再把镜头转到南投县信义乡 山区的村落目前还有上千人受困 但是粮食顶多只能够再撑两天 另外在台16县因为路面断裂 有13个人连人带车掉进水里头 今天又找到了两具遗体 目前已经确定有三人在这里罹难 尝试停进对外中段的东浦 土石占满整个道路 一旁的野稀水势还在爆炸 台21线处处柔长寸断 重心积聚赶紧一路抢通 土石占满整个道路 就这么一路挺进到同富村 里头还有东浦 神木两个村落 近千人困在里头好几天了 路基整个流失不见 底下就是好几层楼高的溪谷 走水溪水还在持续暴涨 东浦神木两个村落成了孤岛 都会完全无法联系 有居民实在困太久了 冒险骑机车到山下 运补物资 不过再往里头走 民隧道已经被大批土石压垮 上头还在滴水 随时都有可能再崩塌 直升机沿的溪谷低空飞 来来回回进行空投物资 赶紧将重镇伤患运出去 目前村子里还有上千人受困 粮食顶多再撑两天 只能依赖空勤直升机 何时进了去还是未知数 而台是六线七步车子落水 死三人失踪 下午又找到两名罹难者 确定已经有三个人不幸遇难 家属哀求视察的行政院长刘兆玄 不要放弃任何救人机会 下午救难人员已经发现赖空飞 开的货车残骸即将进行打捞 家属认为虽然找到残骸 不过是不是封路时机太慢 要政府给个交代 记得林建生彭焕群 南投报道